今天的房市大小是我们来看到的是 一般来说预售屋因为保留议价空间 所以开价会比新城屋来得高一点 但在新北市包括细纸三峡金山跟板槽在内的四区 城屋的平均价格竟然比预售屋还要高 怎么回事 带您看看 黑色瓷砖外墙 木质格栅点缀 摩托感十足的社区就是新北市细纸区 开价最高的新城屋之一 每平均价接近50万元 竟然比附近的预售屋还贵了约17% 房价很贵 房价 以前买的话可能就是20几万就有 现在已经快50万了 而这个情况并非个案 拿实价登陆整个细纸地区新城屋和预售屋 平均房价比一比 新城屋42.1万 预售屋35.8万 单瓶价差竟然有6.3万 这超罕见 因为通常预售屋保有议价空间 开价会比较高 系纸的市中心开发的比较早 因此黄金地段可供开发的宿地就相对有限 所以建商开发时只能选择相对偏远的地段 地段的差异就会产生价格的落差 而这样的情况在三峡 金山和板桥也都出现 而买不起市区的年轻人也愿意用通勤时间换空间 最新统计桃园30岁以下年轻房贷族5年就增加了将近一倍 桃园区因为仅邻双北 那房价就比双北要亲民许多 加上近年来有收惠许多议题 包含捷运 高铁 航空城等等的利多项目 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族群选择移居桃园 而专家观察10月的看污量也比上个月增加一成 表示市场上观望的人不少 毕竟台湾人也不是买不起 根据主机处最新统计 台湾家庭的每户财富其实是超过1200万 以购买力评价来算 甚至是赢过美国 日本和南韩 东森财经 新闻控明 张华珍 台北采访报道 看漫不都算 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 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盘后交战